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人生一切行住坐卧 言谈举止生活一切 其实都是在修行 今天你坐在这里就叫修行 你还能坐得下来很认真地听 说明你这个人有修养 你如果今天坐在这里坐没坐向站没站向 你这个人就是没有修好 你这个人的心就是不稳定的 走路或者坐在那里 或者言谈举止 一看就是知道你这个人的素质有没有修养 所以我曾经讲中国传统文化里很有讲究 一句话一个字他就看你修养 他就看你修养 你看这个人对你好不好 因为你自己的素质好 人家把你当回是尊敬你的话 你这个人肯定做事一事一二事二很认真的 都有道理的 你自己要变成一个让人家看不起的 你讲出来的话数字很差 做出来的事情 你的眼神 你的各方面 人家一看不上档次 人家就看不起你了 师父要你们变成像菩萨一样 被人家看得起 那以后你能到天上去跟菩萨在一起啊 你们不是要一事修成吗 天天要做菩萨吗 那你为什么不先开始学学菩萨的礼仪啊 坐坐不定 站站不住 眼睛左看右看的 心不定的 你说这种人能做菩萨吗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啊 佛教中说 无为 并不是让我们去做 无为 就是做了之后 不要以为自己在做 做了好事 不要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帮了别人 不要以为自己付出很多 贡献很大 这是无为了 但是你们现在 你哪个人做了好事 不想让别人知道啊 还有很多人 一看见领导来了拼命做 领导走了就不做 你说单位里的人看得起吗 虽然他也是被你看不起的一个 但是你同时也被他看不起 那你到底想跟他一样被人家看不起 还是你想做一个被人家看得起的圣人啊 两面派啊 所以无为就是大有可为 你只要努力去做 不斤斤计较 实际上无为就是不执着的而为 做了事情了 不要去执着 你看我对他这么好 他怎么没有回报我啊 我说他好话 他怎么没说我好啊 你知道很多人呢 说人家好就是为了让人家说他好啊 他今天穿了新衣服 去参加一个party 他一看见人家也穿了一件 哎呀你穿得真好看 那个人说是吗 不讲了 他气了半天 随理上他的目的就说 哎呀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好看 那个人说你也是啊 你穿得很漂亮 他就等人家这句话的呀 他叫有为 我希望人家得到回报 叫有为 师父教你们学博 不要去求回报 好好地把事情做好 无为而为 不为名利去做 就成功了 你对老婆好 老婆当然知道你好啊 老婆对老公好 老公怎么不知道啊 你对孩子好 孩子怎么不知道啊 一切要无爱心 没有一种挂碍的心 你才能做出帮助别人 对别人好的事情啊 否则你这辈子 怎么能做得出 帮助别人 对别人好的事情啊 不可能的 跟大家讲一句 那个金刚经里面 有一句叫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众生像 受者像 既非菩萨 就是告诉你们 如果你是一个菩萨 你不会有我做的事情 你不会执着于我 好人做了 就做了 就像我们小时候 学雷锋一样 雷锋 他为什么出名 因为他从来不讲 自己做好事 所以他出名了 有很多人做了 都跟雷锋一样的事情 因为他讲了 他就不出名了 所以菩萨的心中 没有执着于我 对他人的执着 我为你做的 就是人像 他人的执着 我为你们大家做的 我这件事情 都是为你们大家做的 妈妈为我们 做了一辈子好事 我们还都还不清 他们默默无闻的 为我们奉献 我们怎么样 对他们的 想一想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众生像 受者像 既非菩萨 你不是菩萨 你才会去执着 这是我做的 我为你做的 我为大家做的 我做了之后 也希望我自己 怎么怎么怎么 对生死的执着 那就不是菩萨 对一切的执着 就不叫菩萨 其实六道里面 人道是最好修行的地方 最好的修行 因为佛陀曾经说过 地狱的众生啊 太苦了 很难修啊 天道的众生呢 太快乐了 也修不好 太苦呢 则无法修行 太快乐呢 会放异写带 所以都不能成就道业 唯有人道众生 因为人道 现在做人呢 一辈子不会苦到底 也一辈子不会甜到底 因为人道众生是苦乐 参半 明白吗 只是很多人说 我一辈子苦啊 快乐的时候 你很容易忘记 你们年轻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 早就忘记了 小时候痛苦的时候 一讲马上就遇了 所以苦乐参半 因为你逢的逆境啊 我们在人间 如果碰到困难了 烦恼了 逆境的时候啊 可以激发道心 很多人苦的时候 就开始念经 生病了 癌症了 相信了 万世音菩萨 你救我了 平时好的时候喝酒啊 从来不想了 报应来了 苦了 万世音菩萨 保应啊 临时抱佛脚 所以碰到顺境的时候 可以安心学佛 古时候 高僧大德说 整心律 去菩提 为人道能为 整心律什么意思啊 就是修心 你把自己的心整 就是叫修 修你的心 怎么样修啊 去菩提 就是我要去学菩提 听得懂吗 要修心 要学菩提 为人道能为 只有 人道啊 才能把它修好啊 只有 人道能为 也就是告诉你们 人生难得啊 你们知道做一个人 很难啊 头一个人都不容易 我问你们 动物多还是人多了 当然动物多了 你想想看啊 人啊 不容易啊 所以不要轻易 自杀 不通啊 你想 比你苦的人 有的是啊 比你难的人 有的是啊 有多少人 没手没脚的 有多少人 很痛苦啊 你已经好得了 不能再好了 自己好好的 要懂得了 珍惜人生 用虚假的色生 来 借假修正 你们呢 跟着师父 好好修呢 心会越修 越平静 烦恼都会过去的呀 你们着什么急了 困难也会过去的啊 你好了 就要想到不好的时候 不好的 要想到好的时候 你心态不就平衡了吗 你没好过啊 你看了你自己不好 你想想 人家比你更苦的人啊 你不就开心了吗 你看看自己 我头发白了 你怎么不看看 很多人头发掉光了呢 你看看你今天 哎呦 我鞋子穿得这么不好 很多人没脚呢 你今天 哎呀 这整容整的这个样子 你看看很多人 鼻子眼睛都没有的 很苦啊 你看看一个人 哎呦 这么漂亮 浑身内脏里都是毛病啊 为什么比啊 有什么好比的 好好地管好自己的身口意 不要多动坏脑筋 佛菩萨在天上 什么都看得见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只要求 一定有果的 因为求就是因 你种下的因 果一定会有 因为你刚刚求的时候 菩萨就要给你安排 如果解脱你这个困难 菩萨要算 你现在功德做多少 你曾经有没有做很多的事情 你最近有没有结 这一切全部算好之后 菩萨会给你安排个时间 到了时候你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当场解决 过了一段时间 一下子就解决了 你们记住 种下去的因 不会长不出来的 种下去的种子 不会长不出来的 只是你自己没有种好呀 有的时候 你在种子种下去之后 你没有好好的去培养它 没有用阳光啊 用水啊 施肥啊 把它养大而已呀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呀 希望你们成为个 没有烦恼的人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你们如果没烦恼 你们个个来了都 笑得出来开开心心 谢谢大家